门诊 晚上咱们把白天的一些工作记录更新一下 今天的内容比较传统 叮咛双色 针菌 对后边有一个血块 有一个自己掏耳朵掏破的一个血块 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 普通的玩到叮咛双色 清理打扫一下 没什么技术含量 显露膜完整 成年人的偶尔道有东西堵 处理比较容易 儿童的话就要麻烦一点 这个小朋友 他其实不是来看这个的 因为这个孩子之前耳朵做过手术 在别的地做过手术 这个手术前找我看过 后来做完手术以后 隔了一段时间 家长说想过来复查一下 当时是做的骨膜质管 中管里有积液 然后把这个质管拿掉 结果这次来看的时候 外耳道明显有这种白色的这种 有棱子 Diese 这就是身体以外的异常的东西 不知道这个孩子塞的是什么 这个肯定不是正常外耳道产生的 不知道是橡皮泥或者是塑料啊什么 他原先质管的这个已经脱落了 古史的基业也空了 好 刚才那小小朋友啊 小朋友还行啊 这个 配合还可以 如果配合不好啊 可能还得麻醉啊 这个呢 那也算是一个普通的啊 叮咛犬吧 有时候 针菌也会有类似啊 但是针菌的话 清理完 在这个外耳道的皮肤上啊 会有一些针菌的痕迹 像这个呢 基本上没看到 还是比较干燥啊 有一个明显的针菌的菌丝啊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 针菌和叮咛之间啊 比较容易混淆 那么还有一个稳妥的判断 就是看时候出现的频率啊 多于少 如果很快几天之内就有 那肯定就不正常啊 如果说几个月 甚至一两年堆积一些 那个 还考虑是普通的 这个钉铃阻止啊 针菌的形态 非常的多啊 比较典型的毛都 滋出来了 那当然很容易看啊 这个呢 是啊 对这个是之前是得过针菌啊 处理了一段时间以后 总是感觉不太好啊 也用过抗针菌的药 比如在骨膜表面 可能当时的这个清理啊 在外的这个清理 这个白色的是我们这个医用 医疗配给的这种 擦手的这种 擦手的这种擦手纸 不是不是棉布啊 不是纱布 因为我上次有个人留言是觉得 用纱布觉得可惜啊 是我们配发的这种 洗手完了以后擦手的那种 比较厚的那种纸 应该是一种再生纸 我感觉啊 这个还是按真菌的考虑啊 在骨膜表面有这种附着的 就不再往普通的叮咛 这上面考虑了 因为这些区域本身没有 正常情况下是没有 叮咛线体的 而且出现这种层片状啊 特别是骨膜表面啊 那骨膜表面不可能是有叮咛线体 在骨膜表面一层的这种覆盖的 这种情况啊 还是要往真菌上考虑 这个清理完了啊 清理完了要打这个抗真菌的药啊 最后这个骨膜表面这个清理比较困难啊 这人的外耳道呢 也不是很宽啊 比较窄 劲儿大了 容易把骨膜捅漏了 说这个清理的时候也得小心 适可而止 不能蛮干啊 是清出来的这些碎渣子啊 这个好像是点了 对点了碳酸氢纳啊 用碳酸氢纳第二页泡了一下以后啊 吸气再去打扫一下 然后最后抗真菌的软膏啊 再往上整个呼上去 就饱和之攻击吗 这个清理啊 掌握好一个尺度 机械性的清理是有一定风险的 这些区域 很容易就造成了这种损伤 掌控好 真菌的这种冲洗啊 不太容易冲掉 它不像叮咛的这种玩意啊 叮咛的这种组织浸泡以后啊 很容易就从皮肤上分离开 真菌不是 这个后来打药了啊 打药这段就不再放了 这是一个血块啊 这有可能原先稍微有一点 叮咛块啊 这人自己 自己去掏耳朵的时候损伤了 所以为什么跟大家说 尽量别自己动啊 你看我视频上好像很容易啊 在里头 来回晃来晃去的 这个力量我是控制的比较合适啊 这个力量稍微大一点 这里边就烂了 这因为这个区域它没有皮下组织的缓冲啊 皮肤底下就是骨头 所以是很容易就出现出血 别说你腕勺子了啊 这里边应该是 有一些出血 然后混着一些这个叮咛的东西 就完全堵满了 现在破损的地方已经是愈合了 它是好几天以后啊 才过来看 巴尔道的皮肤出现损伤以后啊 最重要的就是保持干燥啊 不要去盲目的乱用什么药啊 有的人有擦药膏啊 反倒适得其反 你在这皮肤本身 我们正常情况下 这是有这种自愈的功能啊 有时候棉签啊 什么这种东西 所谓涂药的东西 包括还有些涂什么粉剂 乱七八糟的 这将来以后也都容易堆积在里头啊 绝大多数保持干燥以后 自然就愈合了啊 如果说这种特少见的这种啊 这么多血块堆在这 那医生来清理 我们处理很简单 你自己要搞的话 一个是搞不好 第二个有可能反倒这个拔苗助长 这个对 这是啊 之前提过一次啊 这个病例拍了CT啊 准备当这个腕道胆子瘤 在别的医院准备手术了 家里说不放心 最后来看一眼吧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会被当外耳道胆子瘤 他对前期好像是做过冲洗 然后冲了几次没冲出来 然后莫名其妙的就当胆子瘤了 CT也拍了 然后到我这来 说看一眼吧 看一眼试一下 结果信息 一下就清完了 这病人还有病人家属都蒙圈了 CT上呢 并不能直接定性啊 CT只是说通过一些表现 表现有骨骼的破坏啊 这些痕迹啊 来判断是不是啊 胆子瘤 其实在外耳道胆子瘤上 拍CT更主要的是区分这个东西是位于外耳道还是中耳 有一些如果破坏不是很明显的啊 无法区别它和普通的丁宁 还有呃 外耳道胆子瘤之间的这种啊 靠CT是不行的 CT主要是判断